曾经有一份报道,一名八岁幼童食用了早餐后便上了学校 可是在学校里突然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随后出现精神紊乱和胃部肿胀 老师一开始以为只是简单的不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但是幼童的身体情况突然恶化,开始出现呕吐 之后就休克了 老师赶紧将他送往医院 但无时已晚,孩子刚到医院不久,就被医生当场宣布死亡 父母赶到医院都不敢相信,早上还活蹦乱跳的孩子 几个小时后竟然就这样永远离开他们了 经过医生的检验后才发现,孩子的死因竟然就是早餐所喝的豆浆 为什么豆浆会导致中毒死亡呢?跟小编来了解一下吧 豆浆是一种具有饱腹感的饮品之一 也是许多家庭的首选早餐之一 不但准备时间短而且又好喝 但是没有彻底煮熟的豆浆是有剧毒的 原来豆浆如果没有彻底煮肺就会有剧毒 而这种剧毒物就叫做早肝 大量的早肝轻则导致人失明、自残、严重的话则会自死 豆浆中毒30分钟左右就会堵发 潜伏期极短 而且儿童中毒症状甚至会快速恶化 并且在症状早期的时候和腹血及其相似 所以常常被人们忽视 但是如果在症状早期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 症状就会迅速的恶化至晚期 最后就导致孩子死亡 我们一定要了解如何分辨真肺和假肺 很多人都会按照水开了的标准来判断豆浆熟了 认为当豆浆出现泡沫的时候就是沸腾 意味着豆浆煮熟了 其实远远没有 这就是豆浆的假肺现象 因为豆浆的沸点较低 有时达不到140度就开始沸腾 而此时着急喝的话 一旦白酶抑制剂的失效率是40% 为达到100%失火率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是不安全的 当豆浆加热到80至90摄氏度的时候 枣干会受热膨胀 产生大量泡沫 如果此时误认为豆浆已经沸腾而停止加热 这样的豆浆就很有大量的枣干了 适量的枣干具有抗衰老 抗疲劳的功效 但枣干同样也是一种溶血剂 可以刺激肠胃黏膜 引起恶心呕吐 腹脏头晕等重度症状 严重的可能引起脱水和电解之紊乱 若抢救不及时 就会危及性命 豆浆应该在大火煮沸后 转小火在煮10分钟后才可以食用 这样才能消灭豆浆中的剧毒物质枣干 而且小编建议大家 豆浆需要现煮现喝 保存时间超过6小时以上 千万不要喝了 除了豆浆为煮熟不可以食用以外 大家也不可以生吃这些食物 一就是四季豆 四季豆之所以容易造成中毒 这与四季豆中所含的两素 枣素和红细胞凝脊素有关 枣素对胃黏膜有较强的刺激作用 可引起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红细胞凝脊素可以破坏红细胞的血氧功能 使红细胞凝脊引起中毒 只有加热到144度 并且维持一段时间后 这两素才能够被破坏 才可以安全的使用 再来就是黄花菜 黄花菜含有秋水仙碱 人体摄入秋水仙碱后 会在人体组织内被氧化 生成二秋水仙碱 然而二秋水仙碱是一种剧毒物质 可以毒害人体胃肠道 灭尿系统 严重威胁健康 一个成年人如果一次使用 鲜黄花菜50至100克 即可引起中毒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了 再来就是未成熟的西红柿 未成熟的西红柿含有毒性物质 叫龙葵素 食用这种未成熟的青色西红柿 口腔有苦涩感 之后可以出现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 生吃危险性更大 所以西红柿一定要成熟了 才可以食用 再来就是腐烂的生姜 老话说烂姜不烂味 腐烂的生姜真的能吃吗 其实生姜腐烂后会产生有害物质 黄脏素 会诱发食道癌肝癌等 所以小编在这里建议大家 不要食用腐烂的生姜 而且每天的生姜摄取量不宜超过10克 这样吃起来才会健康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享这个视频 让身边的家人朋友们都知道 这些食物千万一定要将它们煮熟后 才可以食用 千万不要生吃哦 以免发生悲剧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